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骗子居然敢冒充我的老板 看本姑娘的今天怎么整你 哦 原来是老板呀 您的声音怎么变了呀 最近嗓子发言 我给你安排个工作 我给你发个卡号 你赶紧用咱们公司的账户打五万块钱过去 这是给黄总那边工程项目的预复金 是黄大明黄总吗 就是他 你赶紧转过去 哦 王总 这件事要不要跟老板娘汇报一声 给他汇报什么呀 我才是公司的老板 但是老板娘可是咱们集团公司的董事长 您作为倒插门女婿 是不是应该请示一下她 请不请示她是我的事 你只管把钱转过去就行 哦 好 好 我立马就转 哎哎哎 对了 王总 还有个很重要的事 我要跟你通报一声 这事关您的声誉 我声誉好着呢 没问题 哎 你一个小小的会计 你管我声誉干什么 王总 您理解错了 我说的声誉啊 是指您的名誉 名誉 怎么回事啊 咱们公司楼下拉面馆的张阿姨 你还记得吗 张阿姨 记得呀 咋了 今天张阿姨来找你了 哎 让你把这三年欠的拉面钱 结一下 一共一万八 何着我这三年只吃拉面不吃别的啊 哎呀 您不是喜欢张阿姨家那姑娘吗 你天天吃拉面不就为了看那姑娘两眼吗 咱们别去 瞎说什么呢 就这事啊 哦 还有别的事 张阿姨啊 还说 这三年来啊 您还喝掉了他家七百多桶干水 她说让你把这个钱也结了 我又不是猪 喝那么多干水干什么呀 可是张阿姨说了 这确实是你喝的嘛 好好好 是我喝的 是我 都是我喝的 你告诉他 我回头给他结 你赶紧把钱给黄总转过去 哎 好好好 我马上就转 哎 王总 还有件事忘了告诉您 老板娘今天早上吩咐 在转账之前啊 一定要让他先签字 你看啊 这 你先转 转完了 我再找他签字 哎呀 不行呀 王总 老板娘的脾气您应该是知道的 哎 你忘了 上次你偷偷转账 被老板娘发现 他当着全公司几百名员工 狠狠地删了你六千多个嘴巴子 删完以后啊 你脸肿得比城墙都红 你转你来 大嘴巴子我回去了再挨 别说六千个 六万个我也能挨住 哎呀 好好好 我现在就转 哎 对了 还有一件特别巨大的事情 要向您汇报 又怎么了呀 能不能一次去汇报我啊 今天啊 郑阿姨过来的时候 她那个三百多斤的闺女也跟着一起过来了 就是啊 您一直暗恋的那个姑娘 我这都什么口味呀这 您的口味重啊 全公司的人都知道 哎 那个姑娘还说啊 她怀了您的孩子 要让你负责啊 这都什么跟什么呀这 那您到底负责不负责呀 我看那个姑娘她真的很爱你啊 负负负 我负 你赶紧把钱转给黄总 转完我就去找那个姑娘 但是这件事情已经被老板娘给知道了 她下了大命令 只要是你让我转钱出去 一概拒绝 否则打断你的狗腿 所以为了您的狗腿啊 我必须得遵守老板娘的命令 管管工 你赶紧工 你太难骗了 我服了 你赶紧把我拉黑 下次别让我再打给你了 哎呦 你妈 哈哈哈哈哈哈 小样 哎 冒充我老板 我自己就是老板 哪里来的老板 嘘